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主来到了一个桌子前 这个桌子对着的沙发上坐着的男人问他怎么这么慢 然后把他自己身边的男人赶到一旁 让小主挨着自己坐 另一个隔间里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 他的身旁两侧分别坐着一个女人 他说起有一个人破产了 对着穿银色裙子的女人说 前一阵他还经常来这里 并点着这个女人的名 之后他又说 那个破产的男人的公司在很久之前就不行了 他本来就是个爆发户 让他省着用都做不到 穿银色长裙的女人 问到那个破产的男人是否还安好 他不是在担心自己的业绩 对我来说是少了一个争抢你的对手 这个男人叫高岛 这个女人叫刘奈 刘奈让高岛自己也小心一点 高岛告诉刘奈不要担心 自己正处于事业上升期 刘奈叫来服务员 要求来一瓶香槟 这时高岛转而问另一个女人 得知另一个女人叫千赫 刚刚来这里三天 高岛告诉千赫 让他一定要和刘奈搞好关系 因为刘奈是个可怕的女人 具体原因以后就知道了 千赫笑着回应他 千赫作为新人 必须到最后才能回家 他和两个俱乐部里的人 一起坐车回家 其中一个女人问千赫 她是不是还是处女 千赫回答是 另一个女人问 那为什么千赫要来这种店工作 而千赫就是为了钱 才去那里的 千赫从小是被妈妈带大的 妈妈工作在小酒馆里 到了晚上下班后 妈妈总会带店里的客人回家过夜 在千赫高二的时候 妈妈与店里的一个客人再婚了 但是结婚没两年 继父因为自己的公司经营不善 欠下去债无法偿还 后来自杀而死 妈妈因为目睹了继父的死亡而精神崩溃 在一次自杀失败后 成了精神病患者 为了照顾妈妈 千赫选择了成为一名女公官 千赫的造型师在之前也是一名女公官 她告诉千赫 在俱乐部工作不需要底线 而她的羞涩 可能会成为在这个地方生存最大的武器 又是那个地方 一个男人坐着喝闷酒 她在等小楚 博物员把千赫带了过来 但是她并不感兴趣 还跟千赫发着牢骚 说自己工作时 陪上好几个小时的笑脸挣钱 只是为了来这家店见小楚 但是小楚只陪了自己十分钟就走了 她还吐槽 女人哪怕没有头脑 有胸就能得宠 哪怕那胸是假的 然后把手放到了千赫的胸上 千赫吓得站起来离开了 小楚过来陪着这个男人 刘奈让千赫做自己的助手 为了成为女公官之王 小楚被刘奈设计 脱了盐酸毁容了 刘奈被小楚复仇 用刀子把脸划伤 千赫成为了最后的女公官之王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是有什么好的提议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